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肺、嘎、肾功能迅速恶化并持续出现 于2018年8月19日7点42分、8点30分、10点14倍、3点27分共4次出现心跳、呼吸停止 经我愿医务人员反复积极救治后恢复 19日15点06分、患者再次出现心跳、呼吸停止 虽然我愿积极努力抢救 答应患者病情严重 抢救无效于2018年8月19日15点46分死亡 楼底市第一人民医院是全市仅有的两家国家暂级综合医院之一 在患者邱某柜的抢救过程中 医院高度重视 行动迅速 迅速开通急救绿色通道 积极采取相关措施进行抢救 并与楼底市中心医院相关专家会诊 同时组织我队妇产科、书写科、重症经护士、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等多科专家多次会诊讨论 整个救治过程符合医疚医疗诊疗规范常规 在抢救患者的过程中 几家术情绪十分激动 组织数十人 数次冲击手术室 击烂手术室大门 严重影响医务人员抢救 堵住门诊楼大门 破坏门诊大厅诊疗桌灯 灭火器箱等公共财物 患者死亡后 其家属又组织不明真相的村民 社会嫌犯人员等一百名人 围攻手术室并毋打维持现场秩序的民警和安保人员 知多名该警和安保人员受伤 致服被撕烂 二十月下午 又组织八十余人 围堵医院大门 挂横幅 严重扰乱 和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 对在医院就诊的其他患者 造成了严重的医疗安全隐患 事件发生后 楼新区委稳办 楼底是公安局 刚成分局及辖区内派出所 楼底是卫生计生委 黄泥堂街道办事处等部门 积极电路处理此事 网传保安打人的视频 识别有用心的人 截取视频片段 蹲竿取记 利用广大网友的同情心 散布不实消息 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也给了我院 临续抢救患者时期 各小时的医务人员 一个沉痛的打击 我院将愿有法律手段 追求恶意散布 不实信息人员的法律责任 尽管大网友明辨事情真相 不信谣 不传谣 维护社会正常秩序 保护其他救者病人 医院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还社会一个清静的就医环境 楼底是第一人民医院 2018年8月21日 红网视频来源 楼底广播电视报 原标题 楼底是第一人民医院 报案大人视频 真相CM的联则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 对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